大家好,我是河医生,关注河医生,健康华科 研究发现喝咖啡对我们身体竟然有这样的好处 但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咖啡的三大作用 还有就是喝咖啡的时候最好不要碰两样东西 否则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 甚至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那么到底是哪两样东西呢 希望大家认真听 那么听完一定能学会咖啡对我们身体的三大好处 还有就是喝咖啡最好不能碰的这两样东西 那么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转发给亲朋好友一起来去学习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聊喝咖啡的三大好处 那第一大作用非常的重要 就是适量的喝咖啡对于保护肝脏有一定的作用 在2020年8月份 澳大利亚多个研究机构合作在 《胃肠病学与肝病学》这一本期刊上发表论文 那么研究人员就通过统计发现 每天喝两杯或三杯咖啡的可能会使这个一个人患肝癌的风险降低百分之三十八 因为肝癌死亡的风险降低百分之四十六 那么每天喝四杯咖啡或者更多的 罹患这个肝癌的风险降低百分之四十一 死亡风险降低百分之七十一 那么第二大作用就是喝咖啡对于预防肝癌等等很多的癌症是有所帮助的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研究表示这个喝咖啡对于降低肝癌有一定作用之外 在2015年1月20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上的一个研究就表明 每天喝超过四杯咖啡可以在十年里降低百分之二十的皮肤癌的风险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癌症中心研究人员在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和预防 这一个期刊上也发表一个研究 就是发现咖啡可以降低百分之二十六的直截肠癌的患病风险 日本的爱滋腺癌症中心针对这个头颈部癌症也进行调查发现 每天喝三杯以上咖啡的人头颈部癌症发病风险 比喝不到一杯的人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美国在2015年到2020年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指出 每天适量的喝不加糖的以及不加奶油的咖啡 患二性糖尿病乳腺癌子宫内膜癌肝癌的风险会有所降低 所以很多很多的研究都表明这个喝咖啡对于预防癌症是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适量的喝咖啡还对延缓老年痴呆有一定的作用 那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著名期刊老年病医学杂志上 有一个研究就表示与不摄入咖啡因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 每天摄入261毫克的咖啡因的人 可能他十年以后患这个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36% 那么喝咖啡的时候有两样东西一定不要碰 否则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大伤害 甚至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非常重要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喝咖啡的时候不要抽烟 否则会加倍损害我们的心血管 还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那从很多的研究来看 这个咖啡确实不错 它有提升心脑还可以舒缓情绪 还能够相对于比这个抽烟上瘾 喝酒上瘾等等这些上瘾的行为相比 喝咖啡这个习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习惯 那香烟里面 它的成分确实也能够提升心脑 所以很多很多需要集中精力的这些脑力劳动者 很喜欢双管齐下又抽烟又喝咖啡 那么柳越刀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就曾经发表了全球195个国家 21个地区还有7个特大地区的食管癌的发病率 死亡率还有可归因风险的因素等等最新最新的这些统计数据 那么发现了全球有一半的食管癌的病例发生在中国 那么对全球来讲 那么这些食管癌可归因的这种五大风险因素是什么呢 也就是哪些是导致这种食管癌的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 第一个就是吸烟 那么第二个就喝酒 这两个都各占30%以上 还有就是高BMI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群 肥胖的人群 还有水果摄入量低 还有就是咀嚼烟草 这五大因素 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就曾经发表报告证 饮用65摄氏度的热饮 超过65摄氏度的这种烫的热的这种饮品 可能增加这种食管癌的风险 那么这一个评估也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上 所以呢 很多人经常喝咖啡 是这种超过65摄氏度的 那么同时又加上刚刚讲的抽烟喝酒 这个食管癌的五大一其中的两个危险因素 那么这样子就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 那么第二个能就是说喝咖啡的时候 不要碰酒 特别是喝这种滚烫的 或者说超过65摄氏度的咖啡 又同时喝酒的话 那么刚刚也提到 它会增加这种食管癌的发病的风险 那么另外呢 用咖啡来去解酒 会增加这种脱水的风险 那很多人呢 以为这种喝酒喝醉了 这样这个时候拿咖啡来去提一下神 解一下酒 但是呢 这咖啡因啊 它呢 很多时候不仅仅不能解酒 它还会增加 让人觉得啊 我自己不太可能会喝醉啊 然后喝酒量也增加 喝酒频率也增加 这样子非常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咖啡因呢 它有这种力量的作用 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那么就会增加这种脱水的风险 所以啊 喝咖啡 不要喝酒 也不要搭配香烟 那么这个喝咖啡 到底喝多少怎么喝 才更健康呢 美国癌症研究中心 就曾经对这个咖啡的饮用量 跟疾病的风险的关系 进行研究 研究之后就发现 每天饮用三杯的咖啡 每一杯就150毫升 那这样子的一个咖啡因的对身体的一个作用的效果啊 会达到一个顶点 顶峰 平均会降低10%的心血管疾病 以及脑部疾病的风险 但是如果是每日饮用咖啡超过了三杯 那它的一个健康的作用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推荐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 每日饮用三杯咖啡 大概就是400毫升左右 是比较合适的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 他们发表的一个专业的期刊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个文章 他就提到至少就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言 每天喝不超过六杯 是无害的 所以呢 喝咖啡尽量不要超过六杯 推荐最多三杯 也可以选择这种 一杯咖啡再加上几小杯的这种茶 这样子呢 根据大家喜好来去选择 因为喝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对我们身体的效应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平时喝咖啡喝茶搭配起来 都是可以的 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回生 健康瓜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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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